今天我們要開始比較正式的來上機率的內容 我們的課程分兩半 一半是機率一半是統計 很多學校是把整門課拆成兩門 也就是一門機率再加一門統計 甚至還有統計還會有兩學期 但是我們這門課沒有那麼多時間上這麼多數學 所以我們就把機率統計直接訂成一門 在醫學期裡面上完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看的就是前半的機率部分 那機率部分大致上我們會看到的概念 這些樣本空間是什麼 事件什麼 怎麼樣詮釋機率 機率裡面有什麼功力 那機率的模型 條件機率是什麼 獨立事件被釋定什麼 條件獨立是什麼意思 那最後我們會用一個 一個機率模型 用來診斷牙殼問題的機率模型 這個 這個模型和問題是從一本 人工識會的經典書籍來 那人工識會的 有一本經典書籍叫 IMA就是 Architectural Intelligent Modern Approach 那這一本書裡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 比較簡單 但是卻相對我覺得還蠻有用的問題 那我們把這個問題取出來 用R的軟體 來解決它 那機率 上次我們應該已經 對整個課都做過一個 簡單的解釋 但是我們上次所做的解釋 都是不精確的 也就是說 裡面其實沒有數學 裡面都是自然生活上面的常識 但是裡面其實沒有什麼數學 也就是說紫骰值 那紫骰值六個面出現的機率一樣 我們就這樣子講了 但是這樣講其實 在數學上是 不夠 太不嚴格了 那 數學要建構在一個很 嚴謹的體積底下 所以它必須 要從一些最基本最基本的 功力出發 所以今天我們的重點就是 要把這些功力 講清楚 然後它可以怎麼用 然後它延伸出來的定理是什麼 OK 把這些事情講清楚 我建成那個 不再三 好 OK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比較正式的來看 什麼叫做機率這個數學 那樣本空間是機率體驗 第一個碰到的概念就是 你做一些有機率事件的行為 這些行為呢 通常會在某個範圍裡面 譬如說骰子只有六個面 我沒有第七個面 那銅板呢 只有兩個面 我不能夠說站在中間 這就是所謂的樣本空間 OK 那 現實上沒有所謂完美的方法 對不對 不管你怎麼設計 那最後站在中間還是有可能的 因為你可能剛好卡在桌上 可是 可是在理論上來講 我們可以排除掉這種可能性 所以我說正反面都做0.5 這是可以 在數學理論上我們盡量排除掉那種 奇奇怪怪各式各樣 不可思議的行為 然後呢 把這些事情講得簡單一點 當然它也可以延伸到更複雜一點 譬如說 銅板的站起來 如果有可能 那你就算出它的可能性 譬如說0.0001 那就把它放上去也可以 OK 所以樣本空間要看你到底是 是怎麼樣去定義 然後是不是那個東西 能夠反應你真實的物理模型 所以把數學概念跟物理模型給分開來 數學是一個比較純粹的世界 物理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世界 所以把這兩個分開來 數學通常我們會這樣做 但是這不代表數學概念會沒有用 因為 如果你沒有這些數學概念 那 最後 你會發現說 我很難描述一些東西 我很難 比較更深入的去瞭解某些東西 所以數學跟科學其實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把西方文化裡面的數學拿掉 那很可能他們的工業革命不會發生 因為數學跟工業革命的起源其實是整個混在一起 舉個例子 牛頓 是物理學的大師 他是力學的大師 提出F等MMA 這些東西 跟同時 牛頓也是微積分的發明人 所以如果今天 把微積分給拿掉了 那 牛頓的那些物理學是不是還存在呢 那 如果牛頓的物理學不存在 那 今天工業革命是不是還可能會發生呢 那 你就很難講 那 你的引擎該怎麼製造出來 熱力學那些東西 會從後續再衍生出來嗎 那 如果 不知道 萬有引力這個概念 那 你還能設計出 飛機之類的東西嗎 OK 那 這些 就很難講 好 好 那 所以 數學我們把它純粹化 所以把事情給 給 變成一個 很 很 能夠用 用 數學語言來陳述的東西 但是 通常 這樣可以讓你深入思考 好 所以呢 樣本空間如果是硬幣 那我們會說 他是正面門面 如果是骰子 那 可能就是123456點 那 通常我們樣本空間的符號 會用S 或者是Omega 或者是U 那 S 就是Space 空間 U 就是Universe 宇宙 那 Omega 是 是那個 希臘字母 那 西方文化裡面 數學很喜歡用希臘字母 原因是他們沒有東文 那 他只能 他想要用一個跟英文不一樣的東西 的符號來代表的時候 他們自然而然的 就使用了希臘字 因為那是他們文化 之所以來源的地方 OK 所以 其實我們所說的西方文化是歐洲 歐洲文明 所以 樣本空間 不管你用什麼符號代替 它就是所有樣本可能的集合 接下來呢 事件 就是 這個 樣本空間裡面的一個子集合 譬如說 骰子 的點數 如果是 135 那我們就寫 PA 這個A A就是一個集合 就是135 OK 那 所以PA就是 P135 的意思 那 機率的詮釋方法呢 大致上 其實 有很多事情 到了最基礎最基礎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最基礎很難講 那 那個最基礎怎麼講呢 你最後還是得依靠另外一個基礎 或者是說 這就是規定 好 那 什麼叫做最基礎很難講呢 那我問各位一個最基礎的問題 有人能回答我的話 社學期總成績加5分 好 這個最基礎的事情就是 請問為什麼1加1等2 1千人靜 有人能告訴我嗎 好請說 就先1是一個角 跟一個角加起來就是兩個角 角 對 直角嗎 對 一個角度 角度 對啊 那你怎麼知道角度是一個 等一下喔 一個角 跟一個角 加起來不是還是一個角嗎 對 你的意思說 就是說一個角這樣對不對 再一個角這樣 一個角這樣 再一個角這樣 那兩個加起來不是這樣一個角 好 那 一用數字一寫 然後呢 1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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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把它跟它的形狀 對 加起來 加起來 那為什麼4不是這樣寫 6不是這樣寫 對啊 如果照這種推論的話 6應該這樣寫 對不對 好 那8應該這樣寫 10應該這樣寫 為什麼 單位 單位 好 基本單位 好 那 現在 基本單位 好 那1加1到底是什麼意思 以1為基本單位 1加1會有兩個基本單位 OK 我覺得這樣的解釋 已經有點 有點 可以通了 小學的時候老師都這樣教 對不對 OK 一個蘋果加一個蘋果 就兩個蘋果 對不對 最後老師是這樣教你的 老師 最後只能這樣教你 這時候你從 一個數學的世界 突然跳到一個真實的世界 回到物理的世界來 而不再是在數學的世界裡面解釋 結果你會發現 像1加1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非得要回到物理的世界來解釋 那 剛剛 回答那個 1加1是用單位的這個同學 喔 我們至少加2分好不好 等一下告訴我的名字 但是 接下來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 你有辦法 完整的回答 好 那補關就是你 喔 因為我覺得還沒完整回答 那 愛迪生曾經問過他的老師一個問題 從此愛迪生被視為智障 他問他老師什麼問題呢 說 1加1為什麼不是等1 因為一個泥巴 加一個泥巴 放在一起揉一揉 還是一個泥巴 所以1加1為什麼不規定是1 為什麼是2呢 好 剛剛的同學有沒有辦法告訴我 其他同學呢 好 你說 這個 定義的問題 因為一開始 發文1跟2 就是1 接他就結合 然後結3 所以一開始 就是 不用解釋就 存在了定義 那時候的人 是為了 解釋這個定義 一個解釋出來 所以 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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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不錯啦 你的答案不錯 真的不錯 所以我們至少加4分 但是要給文哥我覺得 還有點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你的答案還是回到了 直覺 對不對 還是回到了直覺嘛 對不對 但是 我要告訴你的是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這個問題最後就是規定 OK 那 如果你硬要給他一個 比較簡單的公理系統 皮諾公社 可以解釋這件事情 但是皮諾公社到最後也是個規定 什麼叫皮諾公社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好 好 那皮諾公社系統 不然找到我自己 還是看會幾百科嗎 這裡有個 皮諾公社系統 它總共有五條 五條 然後呢 它到底在講什麼呢 第一條說 零存在 第二條說 s'就是s加1 第三條是s'比s大 那 第四條是 如果s'等於y' 那s就等於y 第五條說 是數學歸納法的基礎 就是說 如果p0 是真的 而且px導致px' 比如說px加1 那麼 對於所有s px都成p 好 就這五條叫皮諾公社 那這裡你可以看到 維基百科裡面有這樣寫 那就是五條 如果用非形式化的乘數 就是 1是自然數 每一個確定的自然數 都有一個後繼數 a' a' a'也是自然數 如果自然數bc的後繼數 都是自然數 那b的 數a 那b就等於這一個 1不是任何自然數的後繼數 任意關於自然數的命題 如果證明呢 他對自然數1是對的 而且對 自然數n也是對的 那我們就可以證明 當我們可以證明 他對n'也是真的的時候 那這個命題就對 所有自然數都是真的 為什麼他講這麼複雜 他其實只是為了要解釋 什麼叫做1 什麼叫做2 什麼叫做3 什麼叫做4 但是卻弄了一個系統 但是你可以 從這個系統裡面 你可以告訴我說 那1到底是什麼 或2到底是什麼嗎 看不出來了 你反而掉到這個 理諾公社的系統之後 你就看不出來 都數學到底是什麼 但是呢 他的形式變完美 OK 形式變完美了 甚至我們可以用很數學的方式來寫 OK 那這裡 其實我沒有回答到問題 對啊 因為這個問題沒辦法回答 那你回答到最後 有些數學老師告訴你說 告訴你說 你去看皮諾公社就知道 等到你去看皮諾公社 你就知道說 我還是一頭霧水 所以最基礎的東西 最難回答 那各位知道後來愛迪生什麼了吧 愛迪生問了那個問題之後 後來愛迪生什麼 跳樓 沒有 如果跳樓的話 我們現在就沒有電燈了 那愛迪生後來到底怎麼了 賣報紙 賣報紙 他真的有去賣報紙喔 而且後來他真的去賣報紙 有人聽過 愛迪生小時候的故事嗎 類似像最近我常 我們兒子兩個啊 我給他聽一些故事啊 CD的 然後呢 就有那個孫叔叔說故事 偉人的童年 然後呢 裡面就會講 各式各樣的偉人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哇 這些偉人其實很多都很悲慘 那現在我們在台灣很多人會覺得 22K很悲慘 但是你會看到那個偉人的童年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我們的22K好像是常態喔 其實沒有特別悲慘喔 那那些偉人的童年通常都很悲慘 那你可以看到 像愛迪生就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喔 不過愛迪生後來還 後來還蠻好 那他問的那個問題說 為什麼一加一不是一之後 欸對 剛剛那個同學你的名字是 科生母 好 OK 那我小子 好 剛剛我們講到 愛迪生的童年 他自從他問了一加一等一二之後 一加一等一一之後 他的老師做了什麼事呢 他的老師跟校長說 然後跟他的媽媽說 他的愛迪生的媽媽說 你的小孩有問題 他可能是個智障 所以請你帶回家 那 愛迪生的媽媽其實 他本身也有一點教育費勤 所以呢 愛迪生的媽媽後來就乾脆講說 在學校他這種一直問到底的方法 不是辦法 所以就乾脆呢 把他帶回家自交 然後自交到 到大概七八歲的時候 七八歲的時候其實就回家之後 然後就 愛迪生他的好奇心很強 所以 所以他 有一次他就跟他媽媽說 他想每天都去一個圖書館 他家離圖書館很遠 因為那個年代其實圖書館 不是一個很普遍的東西 那他家離那個圖書館很遠 要坐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以上的車 才會到那個圖書館 而且是要坐火車 然後 然後 愛迪生 說服了他爸媽說 讓他每天都去 然後他又很有頭腦 愛迪生厲害的地方不是 他有科學頭腦 而是他除了科學頭腦以外 他還有商業頭腦 OK 所以呢 他坐火車他想 我坐火車每次坐火車都要花錢 對不對 那 他想說 那我去火車上 能不能不花錢 就坐火車 所以呢 他就想說 那我去批報紙來賣 把他每次都拿一堆報紙上火車去賣 賣完之後賺的錢 剛好可以付火車費 然後呢 每天就這樣做去又做回來 總共 一天就花了五六個小時的公車時間 然後 到了那邊看幾個小時又回來 那但是他每天在車上賣報紙 所以呢 他還不花錢 還可以賺錢回家 那 從此就開始了他的圖書館學習之路 那他每天在火車上賣報紙 他就越來越發現說 那他跟那些車司機 火車司機都很熟 他很熟都是好朋友 然後每個火車司機都知道說 哦 艾迪森每天都會來賣報紙 所以 後來呢 他就跟司機變成好朋友 火車駕駛變成好朋友 那 那個駕駛呢 就允許他在火車上面弄個實驗室 所以他就在火車上面做起實驗來 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火車駕駛 有人在你的火車上面弄個實驗室 那搞不好他就是以後的愛情生 所以千萬不要把他摧毀 那 不過我們的台鐵一定不會同意這件事 但是 你可以看到他這樣子做 不是一個正常人 會問這種問題的都不是正常人 但是這種不是正常人的人 反而是通常是 很多時候是非常優秀非常傑出的 學校教育沒有辦法容忍這樣的存在 如果 我上課你一直問我一直問我一直問我 那我會盡量回答 但是 如果問到大家都沒有辦法上課 那我就真的沒有辦法 對啊 因為這樣會影響全部的人 那如果是下課 OK 那我們可以繼續討論天然地理 上課的時候 我們問的時候 我會希望各位盡量問 盡量問 因為其實各位問的太少 那 但是到了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會控制那個時間 可能會 那下課我們再討論這件事 OK 但是我會希望各位盡量問 因為從我到金門大學 這十年來 真正問過問題的同學非常少 那各位 你會看到我其實有些 有些學校 其實台灣的學校通常問問題的同學都很少 那有些學校像譬如說大陸的學校 他們問問題的同學很多 那有一個很明顯的差異是 台灣跟大陸現在在學習心態上有很大的差異 他們 不管上研討會 然後再上課 學生這樣一直問 一直問 一直問 但是呢 在台灣我們看到的是 所有人都沒問題 然後老師就講過 然後老師一直在念經 然後所有人一直在睡覺 那這是一個從觀察你就會發現說 那為什麼會有差異 這在動機上面就輸了 但是不完全是這樣喔 其實大陸他們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不只是在學校裡面這樣 在外面他們很多的研討會 很多的講席 但那些講席呢 問的人更多 而且如果你講得不好 他馬上把你封下來 為什麼 因為那些講席都是要交情的 而且在台灣也有很多這樣的講席 最近也越來越多 可是很明顯的是 台灣的講席幾乎都沒有什麼 收到什麼效果 沒什麼用 就算是自己出錢也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講席都是公司 負責出錢 員工或者是主管去上課 去聽課 那公司負責出錢 你去聽課 當然不透氣啊 可是大陸的不是這樣 大陸的是你要去上這個課 你要自己租錢 你自己租錢才能去上這個課 所以當然他每一分鐘他都要把握 因為都是自己的錢耶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上我的課 你是自己掏腰包 其實各位都自己掏腰包 可是各位沒有感覺 而且國家有補助 然後你就覺得 沒什麼感覺 但是 如果你今天是真的自己 每堂課都自己拿錢租啦 那如果你不上課 你可以不用拿錢出來 的時候 你就會有感覺 那所以為什麼他們要把那個獎者轟下來 因為都是他錢 在學習心態上面 台灣跟大陸現在就有一個非常非常明顯的差距 我們會弱 不是沒有道理 他們會越來越強 不是沒有道理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 機率 要怎麼詮釋 怎麼詮釋 那 一種詮釋方式就是 完全亂造個人的直覺 我說他機率是多少 他機率就是多少 就是說我說這個仔子 六點的機率是五分之一 他就是五分之一 完全用個人的方式 這個好不好 當然不好 你的根據是什麼 數學總要有一些堅固的基礎 這個感覺 基礎一點都不堅固 OK 那怎麼樣才能堅固的基礎呢 第二種叫做相對頻率的方式 他說 F是在實驗中事件A出現的次數 那N為實驗進行的總次數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規定 P of A就是N分之F 也就是說 他用實驗 最後還是歸 還是採用物理解釋方法 對不對 你做了實驗 然後最後我歸納出來 說OK N很大的時候 N就是說一萬四的時候 那結果你發現五千次是正面 那你就說OK 那他的機率是一萬分之五千 那如果是五千零一是正面 還說一萬分之五千零一 這是相對頻率的方式 那第三種詮釋呢 是古典的方式喔 他說 Na是事件A可能出現次數 N Na是事件A的可能出現次數 這裡應該有到底 然後 Ns為事件進行的所有次數 應該比較可能 進行的所有次數 那 這個時候呢 他一樣是用 事件的次數比上 實驗進行的次數 這跟 跟相對頻率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差不多 只是他用函數代表說 他把這些每一次 都視為是一個均等的可能性 所以每一次 其實你都加1 也可以 OK 這是為什麼每次 這裡都計算1 但這裡其實計算的其實是一個 檀數 檀數之間的比值 那這是古典的方式 好 那 要用哪種詮釋方式呢 其實我覺得2和3都可以理解 那1的話呢 那就 就比較不好 因為1就是指定 但是如果是在機率上面其實還好 如果接到統計的話 1就不行 1不能用 1不能用 知覺的方式來 來說明統計的東西 好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 那 OK 我們知道機率有樣能空間 有他的事件機率值 那機率的公理到底 以剛剛而言 我們看到這個皮諾公社 它就是一個公理系統 一個公理系統 一個公理系統 那 各位應該學過布林代數 對不對 布林代數有沒有公理系統 其實布林代數有公理系統 那 你做的and or not 那些都是系統的符號之一 然後and是什麼 or是什麼 那是什麼 你從真字表 所以布林代數如果用公理系統描述也可以 用真字表描述也可以 其實真字表本身也是某種類似公理系統的東西 只是怕這種列舉 OK 好 所以呢 回到機率上面 機率的公理系統 對數學來講 我們 嚴格的數學 要從公理系統出發 那 如果學 數學的時候 都是從 怎麼講 一般 在小學的時候 我們學數學 都是從直覺概念開始 但是最後 其實數學家 看東西 其實從公理系統開始 那他們希望從公理系統開始 建構一個 無懈可擊 非常完美的數學體系 那 我們 一般人學數學 就是從直覺開始 然後慢慢的才導入數學 那這兩種方法都各有好處 用這種直覺方法的時候 你一開始就有個 各應的物理概念 所以會幫助你學習 那如果 一開始就交通你系統的時候 這個就是數學系的 數學系的那種 教法 數學系的教法 你一進數學系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我都聽不懂他到底在講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都是從公理系統開始教的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如果我講完這些公理系統之後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 你應該給你一進數學系 好 來 看看三條基率的基本功能 第一吧 p of s等1 s就是那個樣的空間 ok p of a大於0 大於等0 a就是任何一個事件 p of a1連擊a2等1 p of a1加p of a2 條件是 a1交集a2是空級了 好 記憶力的公理系統 就這三條 當然其實每一門數學 他列出他的公理系統之後 不代表只能用這三條證明 為什麼呢 因為看這個數學是建構在什麼樣的 另一個數學上面 以機率而言 他至少要建構在集合論上面 所以機率建構在集合論上面 所以集合論的公理和定理你也可以拿來用 OK 機率呢 如果是連續空間的話 那又會建構在測度論 測度論也是集合論一種 無窮集合的分支 那你又要 可以引用測度論的定理那公理 好 所以呢 這三條機率的基本公理 第一條就是樣本空間 所以沒有任何事件落在樣本空間之外 所以p等1 第二個是 每一個事件 他發生的機率必須是正的 而且借在0到1之間 其實不用寫0 1啦 因為只要講他大於0就夠 因為整個樣本空間就是1嘛 所以你不可能超過1 OK 所以只要講他大於等0就夠了 所以沒有負的機率值 我能不能說某一個事件 他發生的機率是-0.0 這是不行 因為沒有負的機率值 那第三個公理是說 A1和A2代表兩個事件 那如果A1和A2沒有交集 那這時候呢 他連擊的機率也就是兩個相加 因為他沒有交集 沒有交集 那有這個公理系統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證明一些定理 這三個定理呢 就是各位 待會兒的作業 好 定理1 定理2 定理3 那 定理1是說 空集合的機率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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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理2是說 P of A' A'就是A的補級 A的補級 它的機率是1-P of A OK 好 定理3呢 是說 P of A1連擊A2等於P of A1加P of A2 剪掉P of A1交集P of A2 P of A1交集A2 好 那這個呢 要證明比較困難一點 其實可以 我們後面會有證 但是我們希望各位把它自己證明出來 那這些定理代表的意義就是這樣 OK 第一個 P of空集合等於0 那空集合等於0 你從 從凡事圖上來看的話 空集合沒有在任何位置 所以這裡 那P of A1等於1-P of A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好了 A1就是Abar 有時候我們用Abar 有時候用Abar 那Abar就是 在S減掉A S 然後這個集合 減掉A這個集合 剩下的就是Abar A的補集 A的補集 不屬於A的事件發生的 就是A的補集 那 它的機率就是1-P of A 那如果是連擊呢 P of A和P of A事件和B事件的連擊的機率 我們會寫成P of A連擊B 對不對 那 但是這連擊有一點重複的地方 那就是這個A交集B的地方 是重複的 那 X級呢 就是 這個是 A然後呢 去掉 跟B交集的部分 就是X級 那 如果兩個交集是空集合 那 事件A和B不可能同時發生 所以它的機率應該是0 那如果B在A裡面 那B發生 A也一定會發生 所以 A的機率一定比B的機率大 那 這個從凡式圖上面就可以看 那另外三個集合也會有凡式圖 就是兩個集合的凡式圖 就是三個集合的凡式圖 凡式圖就是圈圈疊在一起 然後呢 你用這個來解釋說 集合之間的交集連擊關係 那這邊A 那這邊是A交集B的這一塊 AB交集B是這整塊 那最中間是A交集B交集C的三個的交集 這是三個集合的凡式 那所以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證明定理 現在呢 我先不要急著把它往上拉 各位有沒有辦法證明這個 P有不空集合等於0這個定理 根據上面的 根據上面的這個公里 根據上面的機率公里來證明 機率公里在這裡 機率公里在這裡 所以我把它拉出來 好 我們現在看到機率公里在這裡 在這裡 機率公里在這裡 然後我們的行儀的定理 在這裡 還有拍下課了 那就下個給各位證明這三個定理吧 好 我們先看第一個定理怎麼證明好了 公里和定理 我們先看第一個定理怎麼用公里來證明 你看 好你可以看到 公里一是 樣母空間的機率是1 公里二是 D of A 帶來的0 這S認定一個世界 公里三是 如果沒有交集是空集合的話 那它的機率是相加 好 現在我們要證明 空集合的機率是0 怎麼證呢 第一個 S連擊空集合 是不是還是S 對不對 所以P of S連擊空集合呢 等於P of S 加P of空集合 這根據哪裡 根據公里三 根據這個公里三有沒有 因為A1連擊A2等於P of A1 加P of A2以5 A1交集A2等於空集合 那因為它本身就是空集合嘛 所以S交集空集合 還是空集合 所以它符合公里三 所以P of S連擊空集合 就等P of S加P of S 加P of空集合 那 S又等於S連擊空集合 所以P of S 然後P of S又等於1 這是公里1 這是根據集合論 然後呢 所以 1呢 就等於P of S 但是P of S呢 因為S又等於S連擊空集合 所以就等於P of S連擊空集合 那P of S連擊空集合 又等於P of S加P of空集合 所以就等於這個 OK 那接下來呢 因為P of S是1 P of S是1 P of S是1 所以P of空集合 就等於1-P of S 就是1-1能力 證明完畢 我們除了用到這三個公里以外 還有用到集合論的基本計算定理以外 有用到別的嗎? 沒有 所以一個數學 要講到什麼時候 才會清楚 就是你的證明 完全只依賴 它的公里 或者是已經證明完的定理 完全只依賴公里 或已經證明完的定理的時候 那 你就證明很嚴格的證明完畢 這裡是一個很嚴格的證明 那等一下 應該不是等一下 就是 各位回家 就請你證明 二三 請你證明 這一章的定理二三 當成你的水療罪孽 所以我們就出個水療罪孽 請證明 定理二三 那各位可以下課休息 我們 我們 待會 上課的時間 那天 好 olé 好